信、望、爱是基督教信仰的精髓 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需要这三样页的要素 使徒保罗写信给受逼迫的贴撒罗尼加教会 为他们祷告,还称赞他们 在贴撒罗尼加前书一章二至三节 保罗这样写 我们为你们众人上上感谢上帝 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 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 不住的纪念你们 因信心所作的功夫 因爱心所受的劳苦 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人来 第一,在这段经文讲到的信心 是说信心使当日的信徒 纵使在危险困苦当中 他们仍然守着信仰 而且为主作供 凭着信心就可以确知得救 靠着主就可以暂立得稳 我们今天处于这个罪恶泛滥的世界 恶人得适 公义荡然无存 人的信心崩溃 如果我们可以在这个恶劣的环境之下 都能够坚持信心 会是我们一件很宝贵的经历 第二,盼望将救恩的盼望 当作头盔大上 使人确信得救 这个盼望是要人忍耐眼前的苦难的 从前以色列人盼望 来赛额救主的来临 如今耶稣已经来了 已经成就了救恩 今天我们的盼望是主再来 主再来的时候 是没有人可以预知的 是意料不到的 他会突然间显然 所以我们更加要紧守警醒 穿戴信望外围军装作为保护 第三,讲到爱心 爱心就好像古代武士的护心镜 来保护着我们 在熟练的战场上 可以得胜魔鬼的攻击 爱是来自上帝的 耶稣的降势 就是上帝爱的表达 要去回应上帝的爱 我们就需要彼此相爱 也都要彼此待徒 因为爱 我们能够忍受努苦 不会埋怨 在这个冷酷 风火四起的世界 如果人人都能够实践爱心 行公义 好联盟 这样这个世界 就会不一样了 可见信望外 是多么重要 信是人的意志决定 使人在任何的环境 都信靠上帝 望是人的思想 愿意以紧守行为 等候主再来 爱是感情的表达 使人彼此相爱 我们大家一起同心祈祷 赐我的天父 感谢赞美你 在这个混乱不安的时代 你藉着圣子耶稣 来到世界上 显张上帝的爱 赐下盼望 使人恩信 而得生命和平安 天父啊 我们很需要你所持的信心 盼望和爱心 我们对今天的世界 没有了信心 很多的人与事 都令到我们失望 求主教导我们 要对你坚持信心 因为你是色在 金在 永在的上帝 是慈爱 信实的主 求你帮助我们 持守信仰 主啊 我们渴望你再来 到时 人间一切的痛苦 和仇恨 都会被除去 你会赐下永久的和平 我们的身体 也可以得到完全救赎 求你帮助我们 因为有这个盼望 能够为你的命 忍受苦楚 天父啊 今天的世人 是非常需要爱的 求你使我们 实践爱的生活 彼此相爱 而爱人的灵魂 努力串让爱的福音 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 圣明 阿们 祷告是人向上帝 倾心吐意的机会 如果你需要我们的代讨 代求 请在本节目的 comments地方留言 或者将代讨的事项 传真至 prayertimeatkairosusa.org 愿神赐福看顾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